违规车辆不甩警方的蓝茶一路抛给警察追 这夸张事件发生在10号晚间11点多 桃园扬眉区 警方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变换车道 准备蓝茶时驾驶向桃一路蛇行闯红灯 最后警方派出好几辆警车才成功将它围捕 原来驾驶一次吸毒心虚才飞车逃跑 最后不止被一公共危险罪邪移送法办 还得要吃上好几张的违规法单 浩志明明亮着红灯 眼前这辆休旅车竟然不顾一切向前冲 连续蛇行闯红灯 警方在后方一路跟追 危险驾驶画面全被拍了下来 该车蓝简不停加速逃逸 并沿路蛇行闯红灯 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 夸张事件发生在桃园扬眉10号晚间11点多 警方巡逻时发现这辆车违规变换车道 正准备蓝茶时驾驶镜狂催油门一路违规 逃给警察追 警方立即发动南结尾骨 将该车南下 全案依危险驾驶公共危险罪嫌 以请逆检署则办 原来这名驾驶疑似有吸食毒品 看见警方心虚想逃 最后还是被逮个阵着 不只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还得吞下好几万元的违规罚单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林柱强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